任嘉伦老婆聂欢遭诋毁,发律师声明谴责并起诉网友。 9日,任嘉伦老婆聂欢通过律师发声明,称遭到部分账号捏造散布虚假事实,并诋毁聂欢,以对其侵权行为进行取证,并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。 声明中称,有微博用户恶意发布针对聂欢女士的不实言论,甚至公然诋毁聂欢女士的人格。 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,引发了大众对聂欢女士的误解及负面评论,给委托人造成了严重困扰,极大的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。 权益人有权要求删除不实言论,停止侵害,恢复名誉,消除影响,赔礼道歉,并要求赔偿损失,不删除或怠慢履行删除义务的行为,将通过法律数段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,并呼吁广大网友切勿亲信传播谣言, 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。